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爽快答应资助李德 但前提是要分得75%的研究成果 没办法 李德只能答应他 随后李德和维克多老板 还有另外三个宇航员 共五人就一起去了太空 还没开始做实验 中途就碰到了太空风暴 几个人本以为死定了 却没想到都成功逃回了地球 大难不死后 就到医院做了个全身检查 医生告诉他们身体无异样 不用担心 随时可以出院 可没过多久 几个人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第一个出现异常的是强尼 值得一提的是 他也是未来的美国队长 他发现自己拥有了控制火的超能力 成为火焰人 还在众人面前秀了一波 而女宇航员苏 在和男主李德约会的时候 发现自己只要一激动 就能隐身成为隐形人 而此时李德也发现 自己竟然可以自由伸缩自己的身体 成为橡胶人 而后另一个宇航员本也发生了变异 他变成了一个相貌丑陋的石头人 他的妻子在看到他的第一眼 就被吓得屁滚尿流 直接跑开了 这可伤透了本的心 随后本就来到一座桥梁上 想要静一静 这时正好来了一名男子想要自杀 不过当自杀男看到旁边的怪物后 被吓得掉到了马路上 眼看就要被卡车撞死 本直接用身体挡住了卡车 这才救下了自杀男 但也引起了巨大的交通事故 随后警察就封锁了现场 这时李德他们三人也赶到了现场 不巧的是 现场突然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四个人各自发挥自己的超能力 保护了周围的人 这一下几个人都成了救人的英雄 人们也纷纷为他们鼓掌 而此时 维克多在电视上看到了几个人后 简直是气得牙痒痒 反派一般都这样 内心阴暗 因为这次的太空实验失败 导致他的公司也快要倒闭了 但此时的他也发现自己开始变异了 原来自己的身体可以变成能控制电的钢铁人 他决定把那四个人干掉 让自己成为唯一的霸主 另一边 李德也研制出了一台恢复人形的机器 并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 但由于电量不足 险些让自己丧了命 维克多得知此事后 悄悄把本骗进机器内 并利用自己能控制电的超能力 成功地把本复制成了正常人 然而下一秒 本就被维克多一拳搞定了 随后 维克多又找到了李德 用冷冻器把李德给冻住了 橡胶果然是怕冻 而火焰人强泥虽然会飞 但也好不到哪儿去 因为维克多发射了一枚导弹 追着强泥 苏没办法 只能来救李德 但还是被维克多轻松抓住了 眼看神奇四侠就要全军覆没了 本突然意识到 要想打败维克多 只能让自己重新变回石头人 于是他再次走进机器中 变回了石头人 并一拳把维克多打飞在墙上 救下了其他人 强泥凭借自己的智慧 也成功引爆了导弹 神奇四侠也终于聚集在了一起 四人决定联手 打败维克多 但维克多毕竟是个钢铁人 防御力很强 并且还放出了绝招 准备一招制胜 这时神奇四侠也纷纷利用 自己的超能力奋起反抗 并成功将他困住在 强泥制造的一个超大火球中 再有本打开消防栓 用水冲击维克多 这样一冷一热的攻击 让钢铁人变成了废铁人 神奇四侠也取得了胜利 还被世民视为了英雄 威风八面 而男主李德 向隐形人苏求了婚 石头人也收获了爱情 一切似乎都是这么的美好 电影到此也就结束了 试问 如果有一天 你拥有了超能力 你最想要成为哪一个角色呢 欢迎在评论里面告诉我 šia 洗澡